創下昨天普丁在勝利日閱兵 事實上整個規模大幅的縮水 現在華盛頓的焦點核心 都在盯著這個中國盯著習近平看 而且呢 從頭到尾捍衛台灣跟台海 剛剛那個畫面是 美國和英國的外長 那個柯維利 一起在華盛頓會上一個多小時之後 出來一個聯合記者會 從這聯合記者會裡面 其實台灣那些以美論 是越來越辛苦了 因為他們現在開始要懷疑英國 要懷疑華國 要懷疑全世界 為什麼呢 他們在這場會議裡面呢 你知道柯維利在幾個禮拜之前 剛剛布林肯也特別提到 就是發表2023年 英國外交政策的主要走向 裡面呢 就特別提到了 台海安全至關緊要 歐洲不能置身事外 然後布林肯特別的肯定 然後兩個人聯合出來之後 談了一個多小時後 還重新特別談到 台海安全攸關全球 所以呢 英美對於中國的戰略必須高度一致 而兩個人也覺得應該是高度一致 對於中國的做法 雙方要有共同的做法 所以這裡面可能也是預告了 5月19號 極限本高峰會對於中國的做法 可能都會持續的推進進去 然後還不只如此 布林肯再度一次用國務院發表聲明 因為又到了5月了嘛 很快的WHA的大會又要再出來了 這時候他是兩年前1月就任國務卿 就強烈的鼓勵各國邀請台灣能夠參加WHA 他是第三度再度的強烈鼓勵各國應該邀請台灣加入WHA 在這世界上的衛生防疫缺了台灣 就是缺了一大塊的拼圖 這個是現任的美國國務卿 然後美國最老牌全世界最知名的國務卿叫做季辛吉 我們知道季辛吉是立場上是比較親中的 而且呢親中之外呢 而且他呢還被中國習近平稱為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而且人家在訪問他的時候還特別問了他 因為現在習近平根本不想接拜登的電話 季辛吉說只要是通知說是季辛吉打電話 習近平一定接 你看這樣的一個人他都特別出來警告 台海的問題已經是升高緊張 這個世界上將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況 所以呢以美論也要開始質疑季辛吉了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還有最關鍵的國家叫做法國 法國呢你看上次的盧沙也是這樣的沙葉 馬克宏到中國去田中 但是呢法國很重要的第五頻道 特別做了一個專題 而這個專題叫做台灣禁忌之國 他用的是國這個字眼喔 然後是打臉的盧沙也說台灣沒有主權地位 而且也告訴了那個馬克宏說他的立場 可能不是法國人 他們很在乎的立場 然後他裡面呢也特別的 專訪了我們的外長吳釗憲 那吳釗憲在裡面呢也是向全世界市井 台海若開戰將會嚴重的圈擊到全世界 然後當然裡面就是晶片啊 尤其高級晶片九成啊貨運這些狀況 我們也都講了很多 但是呢他也向歐洲保證 台灣人會跟烏克蘭的人民一樣 一定會做好自我防衛的準備 台灣人不會甩鍋 但是歐洲人也要過來 更會向美國大英國協 歐盟日本澳洲進行更多的緊密合作 然後也希望各國能夠支持台灣 然後這裡面其實這個只是如刀線嘛 那法國呢他最近又跟日本做了2加2的會議 外長加防長裡面出來之後也發表共同聲明 連法國的政府都表態了 絕對的反對中國片面改變 東海和南海的現狀特別夾出來 台海的和平安局定至關緊要 而且呢因為為了因應這個歧視 上次日本跟英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相互準入協定 那現在日本跟法國也會做一個相互準入的協定 就是雙方的軍隊可以互相的去停留 互相的訓練互相的共防 而這個情況之下在全球都已經在保衛台灣 認為台灣是非常至關緊要之下 虛擬世界裡面也開始有這個合作的狀況 因為呢上一次是那個美國的前太平洋司令部的陸戰隊司令 魯德不是帶了25加來嗎 講說要快速的建立台灣的台軍跟美軍能夠協同作戰 那現在網路上美國負責網路安全的退役少將 叫做蒙哥瑪利的他也召開一個會議的時候 他特別提到說未來一年內可以看到美軍和台軍在這方面合作 所以這個是連網路上都合作了 而美國的前國土安全部部長 他也特別講過資安方面面對中國非常大的威脅 資安無國界盟友要合作 所以美國現在要成立網路是第七軍種 我們台灣正在設立網路是第四軍種 也可能會加以合作 但是台灣在這個情況裡面呢 以美論呢還是很多人會抓到理由就說 就說了 所以呢現在呢不是那個拜登有可能5億美元 直接軍供台灣 供應台灣用這個總統授權的知識 直接給台灣一些軍員嗎 那有人就講了 是因為呢美國要給台灣的彈藥 跟我們國防部談了卡關 談了裡面的內容有問題 以美論繼續發酵 但是國防部特別出來強調說沒有這回事 因為其實都在緊密的談論之中 請到四個角度 會不會有幾個? 或許呼籲